不死善,不死窝的,寥寥靈止的心,是不是清净心? 它与无忌有什么不同? 无忌是没有善窝,是没有善窝。 你比如说我们喝一杯茶,我们拿个毛巾擦擦脸,这个没有善窝,这个都叫无忌。 但是,不死善,不死窝,寥寥靈止,那是真心。 你要晓得,不死善,不死窝,就是说,两边都放下了,善窝是两边了。 两边都不执着了,这是什么境界? 什么是两边呢? 齐心动念是一边,不齐心动念又是一边,两边都放下了,这是真心。 齐心动念是忘心。 不齐心,不动念是无名。 一个是妄想,一个是无名。 妄想,无名,两边都放下,真心陷露。 那,所以这是宗门里面最高的修学原则。 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 普通人,佛教导我们,你能把执着放下,就不错了。 执着越大,你的烦恼就清,智慧就长。 这个谈不上真苦,为什么呢? 如果是振小城粗苦,那要把贱货断掉。 三界,八十八平贱货。 贵纳里,五大类,第一个身界,边界,剑去剑,剑去剑,斜剑,这个统统断掉了,才是虚头顽固,才是《华严经》里面的粗性位的复杀。 那,不是反复,那你要是到这个地步的时候,你就不会到我们讲堂来听见了,也不会问问题了,你这些问题都没有了,所以那是圣人,那会不是反复,这个在末法时期都做不到了。 真正到达这个地位,佛在经上告诉我们,那不是假话,他有两种能力,恢复了,天言,天耳,须托环就有这两种能力,天言,没有障碍了。 我们现在在这个十一楼,看底下的十楼,一层一层都看得很清楚,往上一看很清楚,往远处看通通没有障碍。 你在香港这个地方,你看看美国,洛杉矶,看看纽约,就像在面前一样,你有这个能力了。 你的听呢,也有这个能力。 你想听什么的时候,听某个人在谈话,也听起你的手,这是许多幻了,能力不是很大了。 愿望上去,等能力恢复的时候,越多,而且功能呢,越广。 我们修行,自己以为是正国了,这个能力没有现行,那就是假的,不是真的,那产生无悔。 所以这个一定要晓得,这经教念多的时候,你就知道,某一个功夫,它有某一种境界。 对,进阶不先前的功夫,功夫不到家。 所以我们的功夫,只能稍稍带一点清静心,那就是妄定少了,都要从放下下属。 你不像我常常免利同学,是最基本的,把自私自利放下。 要用这个善巧方便,多想别人的利益,不想自己的利益,就转过来。 起心动念,我们想社会利益。 起心动念,想佛法利益,振发救助。 起心动念,想到世间,许许多多苦难众生。 我应该再怎么样帮助他? 这样一转,这个大成教的时候,是叫我们转。 把念头转过来。 所以自私自利,不要去想。 明文立阳,不要去想。 只要是有利益做事情,应当要做。 绝不问,对自己有没有什么好处,不要问这个。 贪嗔吃慢了,要减轻,要降温,这个对自己有一定的好处。